接下来我们带给大家的精彩队局 是决赛当中五六名的争夺战 同时也是一盘快起的搅战 那是特级大师赵欣欣对阵赵国荣 赵欣欣直红先走 采用了当头炮 中炮 赵欣欣先守部局还是中炮略多一些 中炮先守路 下的是三兵的布局 三兵这个布局最近一段非常流行 应该说这个布局的好处就是双方战线比较长 比较适合有实力的选手采用 大多数男子选手都会走三兵 基本上都会走 我记得最早以前的时候 好像就是江苏队 然后什么四川队比较喜欢三兵 四川广东 广东队 对 好像 因为那个时候还不太一样 那个时候因为七兵的好多变化 远不如今天完备 七兵大家都知道开放性 因为他七兵速度快 这个速度相对来讲慢一点 编码以后黑方 逐一级跑八兵器 八三戒 这个都定式了 这个流行了几十年了都 居酒机 那下的是这个 走到这儿 这个黑方有多种选择了 三项七项 对边兵 对对边兵 三个主流变招 对 那么最近 整体来看 还是三项居多 因为相三进有这个项一飞 然后将来居进三 恶守这个祖林 还是挺扎实的一个形容 这个棋局就是双方互有顾忌 而且这个棋好像发展下去 黑方反弹的也 这个机会也比较大 三项它本身就是防御反击 就这么一个思路 因为补像以后 红王居酒瓶六和居二斤六最多 它在居进三 但三项最近也出了一些很多新的功法 除了居酒瓶六跟居二斤六以外 还有马三进四 马三进四其实早在几天以前就有 对 这个其实以前就有的一个招 它也是居进三 这儿的黑方有两种 一个是补试 一个是居进三 两种各有不同的变化 最近的象甲当中 反正都时有出现 那这招棋也是得到了专业棋手的普遍的重视 我想将来还会不断发烈心的变化 那三项就是说 黑方也是选择跟红方的这种纠缠 就是有一种权限跟你较量的意味 含在里面 那足以级一 应该说黑方选择的就是迅速打开局面 足以级一对兵 本局当中快起 这个赵老师也比较喜爱对兵 因为我看了一下他的对局 好像他后手走向三进五的都非常少 对 他不是很多 他好像原来踢向的倒是下过 七项最近也遭到马三进四的攻击 所以现在七项走的比较少 就如果黑方补七项 红方马三进四 盯你这个中足 有机会的登录 打完了之后 好像还是有多足的这种便宜 红方九二进四 九二进四 他再补一下 这是八十年代最为流行的战士 那个时候赵老师应该说 对三兵研究的也很深 对应该研究的是很深的 当然那个时候的招跟现在又不可同仁于 那个时候的招都是补式 然后红方这个G往里进 对 然后黑方是 是边上登什么的以后 胖着进三 这种什么 胖着进三 胖着进五打 对 有这两打 对 他最近这个棋在高速比赛当中见不到了 因为感觉黑方这个棋 他现在都是走G9平六 G1平四这种变化了 对 这招棋 就是说 先这个G占一个肋 然后根据需要有G1有G2来骚扰红方振兴 而且都有所得 这招棋出现的也很早 对 早在柳道华和李来群 那个时代 他们争冠军的时候就下出来了 我想可能这出现的还会更早 应该说杨军林养老先行都对这个棋 做了一些评注 应该说出现的更早 那么最近针对这个G1平四 也是出现了很多走法 传统的是G3队 然后黑方G3 红方有两种博士 一个16一个14 都有 对 144进五它就是登兵 然后它马里也略好一点 然后它在退 对 也是红方好 略好一点 那为了学生变化 前两年现场当中出现了 16进五 16进五 就是登了平居桌 这一路下方 对 但这个棋现在黑方也可以 走破八截二 那本局当中呢 红方呢 走到马三 马三尼斯 把它G平四 进马 进马呢 准备呢 定这两个图 对 根据需要 反正就是先得个实惠什么的 那这个棋 黑方有两种选择 16进五跟14进五 因为黑方中路比较单薄 要补一个 补后一下 对 但是补哪个好 应该说是方向性的问题 就是说两个都有一些 不可能实权实陪 对 这个棋呢 应该说两个呢 就是各有所长 对 我查了一下对局 这个赵老师自己啊 都走过 16 14 16 他大概就是下这个棋啊 他下了至少就三盘 三四盘 他最早是16 然后他14 后来14 然后他最最近的呢 是 就是今天这个夏天 在这常州 后销杯 后销杯 他对讲话 他又改回16进五 那可能是觉得 16进五还是更扎实一点 这个陶安明呢 可能因为跟赵老师 比较近的哈 经常这个在一起训练 交流 他也喜欢走这个棋 那个聂铁文呢 也喜欢走这个棋 就我觉得有的时候 把一个队伍经常在一起研究啊 或者拆棋 可能会对一个部局 心得比较多一点 对 这是肯定的 那本局当中呢 那黑方还是走16进五 16进五 那就他走的马斯金三 他没有踩中兵 对 马斯金三呢 因为踩中兵 这个棋中一简化 黑方一蹬一打 他有对局 这个就跟以前那个老的 那个马斯金四就有点还原了 有一点像 但是这个棋呢 就说太平稳了 对 所以红方马斯金三 马斯金三就是 但是阵线会越来越长 嗯 那么黑方走马上去登 这也照顾喜爱的招法 嗯 他马一蹬再往里 再往里填 嗯 这个也是比较有内容那种瞎发 对 这个棋呢 这个蒋川在那后一辈子的时候好像是走狙子进三 对 狙是吧 啊 黑方呢 就狙子进三把它别上了 那肯定呢 这个不能对 对了之后 红方马斯金三 这个棋也非常精彩 非常那个 较劲 嗯 内盘棋呢 这个蒋川太贪胜了 哦 结果让赵老师呢 后半局的妙手叠出啊 嗯 啊 二十几步就把蒋川杀掉了 嗯 其实现在已经走了一半了啊 嗯 但是他这个棋呢 嗯 他当时那盘棋确实他走得不好啊 啊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棋啊 回到这赵欣欣对赵老师这番棋 嗯 他马一进三以后呢 红方走的是姿势 是不是 嗯 黑方马上就要把这中兵登 嗯 赵老师他下的这个棋风 他比较实惠 嗯 他觉得这个边马啊 这个在边上这个位置不好 把他转过来 通过这个运呢 不仅调整了啊 向中心靠拢了 并且破掉红方这个中兵 他可能觉得这个还是比较满意 而且这边也吃着冰呢 应该也是还可以 那么后来呢 赵老师再走 他肯定是对这个棋呢 做了这个进一步的研究 嗯 进了修正 那修正在哪呢 这个也不得而知 是 但是从棋上来看呢 事实当中红方走的驱逐价 那么为什么蒋川没有 后来没有采取这个种功法呢 嗯 那么我在研究这个棋鱼的时候呢 我看黑方呢 照常有一个抛进寺 啊 这是抢手 嗯 这个保住以后啊 红的暂时没有 花生进寺以后 这种这种招 存在这个反机 存都有了 对 问题就是说 红方怎么把他这个锁垫打开 对 关键你那边渗透不进去的话 你这个永远都被人家架在这了 暂时红方呢 没有看到什么好的办法 但是黑方在实战当中呢 他也没有走出来 这盘快骑当时没走出来 因为当时的这个棋手他有有一种天生的这种感觉 嗯 反正你一别我我就回去了 他不是马上退 他感觉这个套这么饱多啊 这边压力大 这边脱根了 嗯 将来是不是怕这种点呀 实际点也不怕 他再回打嘛 你再回来我再进 因为这是打这是闲 啊 其实我觉得点着太遥远了 我可能杀了都都没问题 就说他都解扣了 因为杀了他这快骑嘛 他又看不清嘛 对 这还有灯嘛 嗯 实际上呢 这个进宝宝从战术上来看的 应该是成立的 嗯 所以说我们爱好者要走这个棋的时候 基础黑方有这么一个抢手 对 这招棋还是很硬朗 啊 那实战当中 就回了 马上退四 这招棋呢 失弱 失弱了 嗯 没错 你这个用语很精确 那么红方呢 顺势这个炮一开 那么红方这种一条形 就感觉上红方的形状还是挺舒服的 对啊 红方的主要舒展了 对 他把这个项补起来 红方的这些已经没问题了 而且黑方永远在这个一带存在 他第一个是左翼 这个子力怎么展开 对 被红方压制 对 另外这个马 对 他也没有脚 而且以后潜在的这条线上 感觉上也是会隐隐约有点压力 那当然七路炮还是对他有威胁力 对 所以这个棋 红方这炮瓶三之后呢 就阵型马上舒展起来 嗯 因为红方比较协调 黑方呢 子力呢 有一点 别着自己马腿 这边也没有得到这个解决 黑方走 赵欣欣的棋风还确实是很清零的 他走炮瓦架 就是属于那种很聪明的棋 可能 较顽强的可能考虑跟走炮瓦架 别住是吧 但这个棋就是黑方呢 也很难找出最佳的那个防守招 他有点痛苦 对 因为红方有好骑走 黑方没棋下 现在 黑方不知道怎么走 对 要不就这么走什么炮瓦架 那就只能这样了 你要是这么下就只能这样下 争取画了以后对个鞠 什么手一手 反正这就丢个像 难受点 反正这棋 这个就对不上 就搁在这 我觉得这棋就是难受 也没有特别明确的这个目的 因为棋手吧 还是累一点 这个临场吧 他看这招看不出来什么意思 有点不像样子 所以他还是累点 黑方走炮瓦架 炮瓦架 他就对嘛 简化嘛 就觉得这个棋局面有压力了 就尽可能简化 黑方呢 就要求呢 赶快把这个子力啊 对掉 简化 吃剧 吃掉 七腿八 红方 凭欲做 恰到好处 这个马呢 不能正起 正起呢 为什么不好 我们待会给大家解释 黑方马化进球 红方呢 比较自然的 把这个中族换掉 换掉以后呢 看起来表面 对 看起来又进入了一个 这个 因为黑方 进一个平稳的阶段 也不少足 位置呢 也没说差的特别多 对 子力呢 好像也还比较高 控制着一些要点 包括还有组五级 燕马 四金六 但是呢 就在这个紧要关头呢 红方突然走了一妙兽 让黑方这个棋啊 一下很尴尬 就是黑方这种被动的局面呢 就再也没有缓过气来 是 红方走什么呢 大家看看自己 看看有没有什么 这个棋是需要一些这个水平来 对 同方就是走四五斤六 就这个虾象棋啊 就是 它就是所有的子都可以用上 都可以作为自己的工具 对 这个水一只啊 乍一看 好像松透自己阵形 实际上 它带有攻击性 打你怎么硬 这招棋太难受了 就是你 这个马刚好砍在两个足中间 这个太尴尬了 这个马 这个赵欣欣呢 来自浙江的 非常机灵的一招棋 也是最年轻的全国女 对 她下棋确实很有灵气 那么 水一只呢 让那个功力非常深厚的 这个赵老师呢 也很难受 头疼不移 这个棋呢 面对这个打呢 黑方呢 太尴尬了 这个棋怎么硬 我们看啊 如果黑方这个马 跟他走正了 红方依然是换这个子 然后十五斤六指 这可能都要丢子了 这一打 黑方呢 由于这个炮啊 盯着黑方这个青马 所以黑方呢 要想不丢子的 很难 我觉得 太难了 这个怎么痛啊 这一打 眼看着没地方去 因为你平中锯 它也捉你 你跳中马 它有炮气平往 有这个 而且就它也可以换掉你 不是 你现在平中锯 它也打你啊 现在打不行 它可以捉我 你看你回不去了 它是不是可以打 一下再打呀 我觉得看这个最简单的吧 这一打 一圈也是吃死 它也平中跑 它也是多死 没办法这种 就是看最简单的 最直观的 所以说在这个编码呢 也只能编 太辛苦了 吃两个黑方 居四平六 对呀 这个时候黑方最顽强 应该走居四平五 嗯 尽管这个部位啊 看起来有一点难受 但是呢 搁在这儿呢 还是要顽强一些 我们看啊 后边就是黑方 顽强在哪 你不能打 打了我刚好居五平六 他将来有初帅反杀 那你这个炮打出去 这种气就没劲了 那黑方就不怕 就黑方局势就松了 他居退一步 把你炮杆杆 对 然后再攻击兵啊 就是局面就松了 就没问题 就是你变成多兵略优的 对 需要 这很漫长的 不是说要得子那种 岂岂可危的局面了 他看起来最厉害就是这桌了 对 那黑方可以跑一下 就是这么生保着 是吗 对 黑方没办法 那我冲呢 冲是可以 你不能吃 吃了凭这个丢死 黑方就是这么 对局 这是黑方就把抢死 那他就接着 那不行 那不行 我还把菊给吃死了 那我只能把菊对了 对了 冲 冲你吃一个 我吃一个变成两个冰 但是冰种 黑方呢 那也可以考虑这么登 登完以后将来这个兵 登完了就是马炮两兵 对 双马双足 对 将来也有可能形成 就是黑方有完全的机会 对 也是慢着 抛着剑跑呢 抛着剑把他炮三兵 反正他就少过兵 对 就是这个下残局呢 黑方总是 下残局 黑方 亏肯定是亏 但是 还有那个回旋的余地吧 应该说 就是回余地很大 嗯 而这个走法呢 那他现在等于是下的这个 他直接走G5 对 红方 G6瓶一捉 一捉 这个马没有路了 他再走抛着剑 由于你没有G5机 这个后续啊 那这个兵呢 就想得很厉害了 对对 你这样刚好永远都没吃 一吃人家G6瓶 一闪身丢足 这个还不好饱啊 是 没法饱 就飞奔向 飞奔向 他泡去冰酒 轰一下 飞奔向 这起野味啊 比如说你回线 红方呢 你看他 这么又一点 这棋太难受了 去抓 然后他再回来 这个很烦啊 这个得来得去 是挺烦的 这棋 我觉得 这个就坏了 就说他红的这里边有这些手段 关键的手段太多了 就是 感觉你这个局面四处都有问题 这个棋没有办法 抛着剑 不能走 只能败退 回 这个时候呢 应该说黑方呢 在这个中局 这一段的较量当中呢 明显的跌入下风 对对这个 但红方呢 这部棋 他走冰淇淋呢 这个局在这 应该说稍微有一点操作过去 好 可能 什么叫稍微呢 强一点直接压进去 就是更从容的 更利于把握 这种局面的 这个局确实是 因为他就往这个马上来 一压 一扫 他都是绝对的 这个局就 绝先手 全部都是先手 那这个呢 他就想把这个冰啊 过去 他想是 又有先手 又有物质 招严心 招去下来就比较贪心 那黑方阻击 黑方也得赶 赶好 抓紧反攻 那红方要拱 冲 如果要拱 他就马上 对 他就这样 反而把马溜出来了 他还是要先进 然后黑方跑进去 赵老师呢 在微弹的时候呢 还体验出这个 大将的风度 你看这种棋 就是同理 你这种棋点进去 他也会 肯定不会泡二斤四 不会给你全部压回去 是吧 所以你这个冰 还是要有后拱的道理 对 那他 这个棋呢 他实在走个十六斤 而实际上呢 可以考虑先冲 冲 他肯定还是担心 人家就出来了 出来 那不一样 我这个八九斤七 不让你就泡过去了 他就这么钻出来了 然后再把棋六 那红的数比较快 如果你要是姜呢 姜他也是不 强硬的 他有对冲炮 如果只是就跟这个实战一样了 嗯 他有个对炮 对炮 要 这个实战当中不好想到 啊 我觉得这样会不会有所顾忌 比如说这样 你打我自己点上来 然后冲下来 然后有点顾忌 然后他再拱 那最主要是黑方两个马 只不上去 应该说也是红方机会好 但是赵兮兮呢 可能觉得这个局面呢 没有必要弄这个风险 对 所以他就先补 他觉得这个气已经优势了 人家 但是这个优势还很微弱 对 白龙炮 弓 这个时候黑方走得很好 看到这个自己这个局面很危大 他先杀 强硬把这冰吃掉 这个很重要 这个物质太大 要是让红方再生一个冰的话 就肯定是没有办法 对 因为杀这个是先手 对 那他只能躲 嗯 所以说我们倒回来一步看呢 就是红方兵积极呢 又召集了 嗯 他应该先出帅 先躲一招 这个兵反正他又他也拱不过来 嗯 这个里外里 就是说那个 我不给你杀这个兵 对啊 起码我不给你这么先手 啊 结果他一拱呢 这个赵老师 结果他这个先手一杀 嗯 赵老师走破的兵死 对 黑方走得也很巧 强硬蹬出来 对 这张也是巧手 如果你吃马 他刚好打一枪了 炮齐了再打回去 这样就合了 他一枪 先打去不行 都是在巷口 他先砍个炮 再一打就合齐了 所以这点马上又也很巧 那么说这个棋等于黑方从刚才那么局促的一个局面 现在又有所舒染了 对 缓和多了 嗯 红方马就近期 还是红方呢 先手 对 但是黑方呢 如果要走得顽强呢 可以完全应付了 这个棋走得不好 这个是应该说本局的 就是刚把局势啊 又说缓和又滑向神圈 对 黑方应该走足久急 耐心的等待 对 红方暂时还是没有招 嗯 因为这个组很重要 当然由于这个 他肯定还是担心 有马七金六 嗯 肯定是想不到那么周旋 那人家也这个 入进来 回去守 哦 也行 不让你 因为他这个有根 不怕 我随时可以前进 对 这样我觉得黑方还是一个 相识的一个局面 这个监局局 但是这个马武金斯一走 真的是走向了败事 很强 红方这招俱乐平息 很强硬 俱乐平易 嗯 这个时候呢 如果黑方发现 自己前边这个 有问题的的话 应该还来得及救 就是忍让 应该回 回去 马九退期 对 情况看上去呢 有点吃亏 但是 但也是唯一的这个招法了 那这儿红方反正多兵 并且红方这个阵型呢 也比较厚实 攻守战备 但是黑方这个期呢 他还能下 对 结果他实战下马九近期 这个等于是 马九近期呢 这出现什么问题呢 没办法 嗯 由于就是 子力都让红方牵制 那红方又出了一个好期 嗯 他出帅 对 这鞠刚好没有位了 太奇怪 如果你竖着走 正常的竖着走 你这个中足丢了 中足丢了 中足丢了以后 而两边进入 对 破槽 而且灯是先守啊 人家两边入 你守不住 搁这也 对 没有作用 嗯 那这个鞠横着走丢马 竖着走丢足 丢哪个呢 都 都很难受 那哪个都不丢呢 怎么办呢 先一将 先把这个足保住 人家一对炮 对 这对炮也很精巧 嗯 你如果进帅 他这个体育又可以自由的速跑 嗯 那一对炮呢 你只能换掉了 他只能 只能逃去 进一步 那婆婆先把你打掉 一打 他一杀 一杀 那这个棋 人家一进 马七进九 马七 对 这个是好位置 嗯 这是一个绝好的位置 对 这个棋啊 黑方看着这个卧槽马呀 挡不住了 嗯 因为下一步棋 这个马九进八呀 太厉害了 因为比如说 他现在马七进八了 我们假设啊 他他桃圈马 红花金马九进八 你一跳 他一平 这本身这个底下 就算你 就偷着东西呢 不行 就是说又有卧槽又有挂脚 应该说 黑方的这个 难以这个防御 他马七进八了 黄七八他拘平二 他拘平二 他拘平 盯着你 马四进二 他这样等于是 他这个气子了 就把子子丢 嗯 非常可惜 那应该说红花能胜机锁定 对 胜机一定 那么后来 黑方又坚持了几步 嗯 中英呢 白少一个炮呢 这个 最终还是落败了 那么 这番棋呢 也是红花呢 赵金金呢 取得了这个最终的胜利 那好 希望明年有更精彩的对局 带给各位 您说这个聚荣市 也是给这个相机 做出了很多的贡献啊 为奇手们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 也感谢他们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周再见 好 朋友们再见 我们下周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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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周再见